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看不看到我 我講廣東話好些 還是講國語好些 很多人祝我生日快樂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陳掌鵬 我的畫名是金片 我是一位演員 但是也會唱歌 也會跳舞的 所以我是一個藝人 你們好 今天很開心 第一次在街裡開這個直播 也是我人生當中的 第一次 今天也是我的上日 很多粉絲都知道 我今天是上日 就是今天是14號 14號 14號就是我的生意 我收到大家給我的 祝福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很高興在街裡可以見面 你們吃個飯都沒有 全部都是吃 生意快樂的 是吧 對 謝謝 你們全都看得清楚嗎 聽得到我說什麼嗎 沒問題吧 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開啟 聊一聊了 好吧 這裡有很多人 南方嗎 都是說 郁語吧 還是大部分都要聽普通話的 你們喜歡聽我講廣東話 對對對 因為我拍戲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說 郁語的 好清楚 好的 來 你們的 的問題 太快了 我都看不到 都是說 我很睡氣 是吧 謝謝 我帶我媽媽謝謝你 對 也帶我女兒謝謝你 她有一個睡氣的爸爸 沒有開玩笑了 你們吃過飯了嗎 吃了嗎 對嗎 內地好像是早一點吃吧 就是6點鐘就開始吃了 本身我想6點鐘就開始了 但是6點鐘可能大家在吃飯 我怕你們看著我吃不下 所以就變了7點鐘等你們吃完之後 再看我 對了 那就可以減肥了 那不要吃那麼多 對嗎 看到我的時候 就可以停下來了 對 好了 我是不是有些問題吧 先簡單講幾句吧 今天這個直播也是我自己生日直播 首先我希望所有朋友能夠在這個疫情當中 可以快一點過快一點度過這個困難 全世界的所有朋友 還有就是所有的家裡面的老人家都身體健康 小朋友都快高長大 好 比我的口齒更淋漓 那就好了 對嗎 希望我今年也可以拍多一點好的劇 當然要你們支持 這個是非常重要 也希望我可以疫情過了之後 我可以來到你們的地方跟你們見面 唱歌表演 流天什麼都可以 好吧 好 今天我們介紹了 也會有一些問題問大家 也會有一些禮物 就是你們說的福利我送給你們的 對 這個對於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福利 對 因為我是第一次直播也是第一次玩 那還有就是感謝今天有很多人來支持我 對 因為你們不知道有禮物才支持我嗎 對嗎 所以現在我也非常開心很感動 對 好了 那我們先是不是要說說什麼了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都有什麼福利會送出來 好的 你們的福利非常好的 首先呢 我會有三次機會吧 會問你們問題的 那首先這個問題我先不講了 如果在我指定的時間裡面 我數321或者是123 你們大眾了拿個快了 就會有這個獎 獎品吧 也是福利嘛 就有這個買堆堆S月卡10張 對了 還有就是買堆堆帶頻端的月卡10張 對吧 還有就是有我自己這個形象的稱 親筆親筆親民送給你們有三張 對 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很厲害了 對 還有就是了 我們要說說我最近這個戲吧 我最近這個是就是鐵拳英雄吧 應該在內地同步嘛 是吧 這個希望你們你們會喜歡呢 因為這個戲都已經拍了差不多三年了 真的是我們一般演員都是很努力去努力去做好我們這個戲的 希望你們會支持 今天呢應該是第五集了 對 就很快了 如果之前沒有看的快點快點看第一次到第四次了 那就劇情就一直一直每天每天的更生每天就去 我們就可以多點交流吧 就不要留班了 好不好 各位同學 你們乖 好 你要不要先抽第一波福利給大家 好 第一個福利 是不是很緊張了 對很簡單的就是怎麼說 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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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能夠說這句話的口令最快的 我就會送這個禮物給他了 對就是大家可以打一句口令在評論裡面打出來 然後我們會抽十個粉絲送買堆堆的APP月卡 哇 太好了 有這個月卡就很方便了 就可以看你的劇了 對呀 又可以看我的劇了 又可以不停的更生很多不同的劇情 每一詞非常非常好的 快點快點 那這個口令是什麼呢 這個口令就是今天是我的上日吧 對嗎 所以就是要講 豬成長篷 上日快樂 三二一 有一點時間喔 好 看大家有沒有開始打 有沒有 有了有了有了 來了 哇哇哇很多啊 我看 看 就是 看不來 我很多看不來 哇你們很快啊 我小 我讀書的時候也 也 也沒有那麼快 對 現在更差勁吧 對吧 哇你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看看信 看看有 有什麼朋友 什麼粉絲能夠 拿這個獎上 這個福利 對吧 嗯 有了嗎 再等一下 哇太多了 現在幾多人呢 哇 現在已經有三萬多了 哇非常好啊 非常好 因為我其實我一直想開這個直播 跟你們見面 跟你們交流 但是我一直都學不懂 真的 所以謝謝公司 一幫朋友幫我安排這個直播 也可以在一個那麼好的日子裡面 跟你們交流啊 送一些福利給你們 是我自己非常開心的 對 真的 也可以跟你們見面嘛 因為都很小嘛 大部分都是一些照片嘛 好吧 好 我要看看是 我要看一看 有哪幾位 哪幾位 能夠得獎的 好了 聽住了 有一個 2002 快點過 是不是這樣說 啊 啊 第一位是他 第二位是 哇怎麼說啊 全都是英文啊 這個 太長了吧 怎麼說 就 只能說 讀出來啊 不如你幫我讀吧 我現在有助理啊 非常好的 還有 H-D-HS-U-V-V-D-E-E-K-B-V-S 聽不到 好 第三個是 B-O-L-T-S-S-I-S 是你的鐵粉 鐵粉 鐵粉就說明他很常跟你互動留言 是嗎 謝謝 然後還有史蒂芬周姬 然後遊記山中日月也是你的鐵粉 然後自命不凡了 溫森愛設計愛藝術 鐵粉 哇 你們的名字太厲害了 好 還有淺墨濃香 鴨鴨 他無法停止幻想我們的永遠 鐵粉 哇 然後卷毛炸毛的月如 哇 啊 有他長出來就清楚很多了 因為我的普通話真的有點普通 我怕說錯了就就就不好意思吧 對吧 好了 跟大家再講一下就是中獎的這些朋友 直播結束之後 買對對官方微博的工作人員會私訊 要你的聯繫方式 然後大家等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拿到 大家聽得清楚嗎 應該沒問題吧 對 沒問題就好了 非常好 好 我們看看有什麼留言給我 你說沒有你不怕 這個是第一次機會嗎 還有兩次機會 或者是你可以拿到我的親筆 怎麼說 我 簽名 我的照片 可以 我的簽名的照片 對 我先看 外國的拿不到 拿得到啊 沒問題啊 因為你有登記就拿得到了嗎 應該可以進來看的就是 是吧 對嗎 但拿不到也沒問題啊 我們可以開另外一個Apps 可以跟其他比如說馬來西亞 新加坡的朋友也可以有一個互動吧 這個也沒問題 對的 我們可以盡量配可大家 啊 我看到了有一個天日先生 你喜歡看我的這個殭屍以前拍的這個電視劇吧 對嗎 啊 對呀 今天 今天好像因為要跟你們見面嘛 所以 這個精神狀態非常好 對呀 今天也沒有誇張的 所以不怕啊 這是真的 這是假的啊 經常有人說我的鼻子是假的 假的可以這樣子嗎 不可以的 對不對 好 我的皮膚好 因為這個燈光好 對吧 好 今天我上日幾歲 不要講了 都是差不多這個年紀吧 跟你們認識的歲數一樣啊 對 保持的非常好啊 好 那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看貼拳英雄啊 已經播了差不多第五集了吧 今天有沒有看過 哦 永遠18歲 對 成長英雄是 我也覺得成長英雄是可一不可在的 但是這個 鐵拳英雄也是 我覺得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是因為大家很習慣成長英雄 所以 在拍一個 跟這個題材 年代差不多的電視劇 所以有很多角色 或者是 裡面的內容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動作方面 或者是功夫方面 也不會小於這個 成長英雄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看法吧 不一定拿這個 成長英雄來比較吧 比如說我們現在貼拳英雄也有不同的角色吧 好 有些認識的 有些新加入的 希望你們都會慢慢留意 慢慢習慣吧 但是我最開心就是可以跟你們同步嗎 因為我的電視劇很久沒有跟你們同步了 這一點非常開心 有之前的逆天奇案 逆天奇案 也感謝支持的所有朋友 因為這個層次也算是蠻不錯 也希望可以有很快的有第一子吧 對吧 答應你 我希望可以了 如果我有錢的 我現在就開了 就不要等那麼久了 對吧 還有就是我們還有 談一些 有很多粉絲都問我 哇 你在貼拳英雄 穿的衣服 有時候都是短袖 或者是沒有穿衣服 對啊 我們這部戲就是要增加這個難度吧 希望可以真的是功夫的感覺比較重 就 因為是年代戲嘛 年代戲 感覺是比較全全倒肉 倒肉的事 看起來也會比較緊張嘛 比如說我昨天 終於在家裡面可以看完第四集 第四集我自己第一次看也很緊張 就是這個官人出來的時候 打我的時候 哇就是很緊張 這個鏡頭各方面都拍得非常好 這個簡介也非常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因為後面還有一些監獄裡面 我們幾個大男孩也會脫衣服去打的 就是沒有這個PAT的 就是沒有這個保固的 就一直打了 所以這場戲也拍得很辛苦 但是這部戲呢 首先要講一句 因為剛剛是我的BB小豬比出生 對 所以呢 我每天一直不停在開工也要打 就是每一次打完一場戲的時候 就是拍完一天 基本上真的累兩三天的 好像你們去做運動一樣 是吧 你們去爬山或者是打球 打完就打得很厲害的時候呢 你會累兩天嘛 但是我就累 但是也要繼續工作 所以真的沒有去健身房啊 沒有就是KEEP FEET的很厲害 所以身材呢 在準備之前呢 稍微沒有那麼瘦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保證 下一次 再有這類型的戲 我一定會保持自己更好的 對 因為這個也是我的工作嘛 也是我的捐嚴嘛 所以希望這部戲裡面 我能夠打得精彩 大家不要再比較我的身體怎麼樣 哇 這個鬆肌夠不夠大 或者是 哇 這個老鼠 比之前小了 這個就不要比較了 好不好 謝謝 那我自己拍這個動作戲也是蠻小心的 因為 因為我們要每一天不停的工作了 如果對方或者是自己受傷了 也會很辛苦 或者是這個劇情也會改了 或者是各方面 情況都會出現的 所以 我最重要就是小心 小心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這部戲有很多女演員啊 就是你們喜歡的西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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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伊林啊 她們都 都是第一次拍這個動作戲 她們都只是 每個鏡頭她們都很緊張 也是 每個鏡頭她們都很努力很盡力 真的 非常非常 有時候拍了一個 拍拍拍拍的紙條都不行的時候呢 她就是說一句 行了 我來吧 就是好像拼命一樣 就是受傷也不不不不不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她們真的 女生嘛 我相信你們都有很多女生有 有試過一些打拳的經驗啊 你知道 Kip feet都會嗎 泰拳啊 Kip feet 你們都知道是很辛苦 所以希望你們也多多支持她們 我相信她們拍完這個戲之後呢 就變身了 上一次一定很厲害的 對 我也不是她的對手 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還有拍動作 這個動作片之外 其實我蠻喜歡其他的戲的 比如說 現在我的身份也是爸爸嘛 我覺得稱職的感覺也是蠻不錯 還有就是夫妻之間的感情 也可以去慢慢慢慢去經歷吧 就是戲於人生 人生於戲嘛 有時候我們在戲裡面 可以感受很多 平時人沒有經歷過的一些階段 或者是情況嘛 我們都會有時候比人家成熟很多 但是現在呢就是人生於戲嘛 希望可以有機會能夠拍結類型的 內型的戲吧 也比較寬一點吧 因為之前都一直都沒有這個家庭 沒有這個階段嘛 現在有了 就是我也跟普通人一樣啊 跟你們一樣啊 就是粉絲也很多 結婚啊 有小孩啊 對嘛 都會面對的事情 也會比我有經驗嘛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有不同的進步嘛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不停地拍戲 就代表我是啊 他工作量很多 他一直在進步 不是 演員是怎麼樣 就是你自己的個人的一些經歷啦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內心的不同的變化 思想也會影響我們拍戲的感覺嘛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這幾年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階段嘛 也希望能夠在電視區 快樂師在角色方面可以跟你們一起分享 這個是我自己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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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對 還有就是啊 就是我做這一行已經有一段長的時間了 對 也是在TVB有待半的歷史了 因為今年TVB就是公司也是邁向55年了 哇很厲害 就是真的半個世界 對吧 我在TVB也有差不多一半時間吧 對 在這一行 雖然我不是搶時間在公司 但是TVB也是對我的感覺感受就是香港的一個樂樂圈的中心嘛 也是全球華人 基本上我相信起碼有六成人會認識TVB嘛 對嘛 因為它真的有很多經典的電視劇 有很多明星歌星 就是四代天皇啊 法國啊 這類型的太多了 就是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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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只是搞快了 你明白吗 突然间断了就不好了 所以就是蛮有意思的 希望能够继续跟公司一起 给多一点欢乐 能够给多一点新的讨证 尝试给你们看吧 所以我每一天我自己也会 我们就一人嘛 经常会对着镜子里面看自己 所以我每天我都跟自己讲 就是虽然我又看看自己 有皱纹多了 或者是我装发的好不好 其实我也跟我自己讲 就是镜子就是要看我自己 看我自己其实有什么问题出现 或者是要应试我自己更多 或者是我要了解多多自己 多多一点的缺点 或者是我还没做到的事情 我自己真的要面对这个事情 那就将来就会越来越进步嘛 希望能够这个 这个想法能够继续吧 好吧 好了 那差不多我们有 有有另外的 也是给大家一个口令 然后会截屏抽出十个粉丝 送出埋堆堆的大评端的月卡 那大评端的月卡呢 是大家可以用这个月卡 在电视上或者是投影仪 播放TVB的剧 包括铁拳英雄 对 好 现在让GNP给我们说一下这次的口令是什么 好了 这个口令呢 是必要 比之前这个有难度的 听住了 就是上埋堆堆 看城掌棚作品 还没说 是不是一二三的 好 准备 三二一 很快很快 哇 你们真的很厉害 现在应该有超过十万人在看你直播 哪里看的 十万人 十点三 哇 很开心了 十万人 如果我开演唱会 有十万人来就厉害了 对不对 希望 希望有机会能够 唱多一点歌给大家听吧 因为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也出了自己的新歌 这个新歌也是比较有灵魂嘛 是我个人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嘛 因为之前是一直都公司给机会给我唱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歌啊 也有一些就是便宜歌啊 都蛮开心的都可以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内地啊去双年的时候唱给你们听 但是都没有真的属于我自己每一个阶段没有个想法的题材嘛 所以在这个那么心愿的日子跟你们也可以见面的时候当然要介绍一些啦 我的新歌叫灵魂 灵魂就是归灵的灵 灵魂就是你的戳心的感觉 灵魂就是岁数的灵魂 灵魂也是为了我小朋友想出来的这首歌 也是因为他所以我会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受去唱这首歌啊 希望你们会支持 以下一首呢就是珍爱佩芳 珍爱佩芳也是一个过来人嘛 我相信在呃在微信今天跟我直播的时候朋友有一些爱情的经历嘛 所以这个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去叫自己加油的感觉 希望能够等到一个适合你的也会呃爱你的人出现 这首歌就珍爱佩芳 也还有呢我继续录了有不同的歌 有一些是比较轻轻轻轻快的歌就是R&B节类型的 所以我自己都不停的讨价我自己 所以每一天都去拍戏 念歌 去练习一些 我以前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希望有机会可以表演给你们看 好了 我们是不是有 对 你让我自己念 都是你念 我怕说错 可以得到买堆堆 大评端乐卡的十个朋友 是家味有温度 山顶观赏到的世界在发光 一只蘑菇M 热浪MissW 还有港剧剧透射 CuteTYU Recite随风飞扬 书楼西风三根毛 知识饼饼鱼 还有明天也要开心点 这十个朋友 明天也要开心点 非常好 这个名字 哇你们的创作能力超强 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要想一想这个自己的歌的歌名呢 我可以真的在微博节里跟你们讲 对吧 可以让大家提供给你一些 真的要提供给我 因为你看现在有十一万人在收看 如果我的歌真的想不到的话 你们拜托给点提依给我 我会给你礼物福利的 就是我的照片 或者是我首歌的这个捐词给你 那就好啊 都要意思了对吧 好 我说一下 因为有朋友问中了怎么拿到奖 买堆堆官方微博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会私讯你 所以其实你不用做什么 耐心等一下我们就好了 好 对对 如果你收不到这个 收不到这个福利 你可以在我的inbox里告诉我 我会追他们的 没问题 对吗 好吧 谢谢你们支持 好了 我们用福利 第一次机会就已经派出来了 我看看还有什么 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提问吧 你也想要签名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我们下一个福利就是抽签名 下一个福利就是抽签名的 对 好 对啊 下半部也是我蛮喜欢的歌 也是这首 啊 便宜歌也是受了很多人的 呃 叫宽颖啊 所以就是令到我很有心兴趣 有机会唱 其他的歌啊 真的真的真的 对 下半部很好听 我也觉得还有巨人呢 巨人这首歌也是真的很好听 对啊 但是我唱功方面 我现在也是一直在磨练 一直在改 改变 改变 改得更好 对 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唱歌嘛 但是模仿的感觉比较重 对啊 还有就是 以前的 经典的歌手 他们都 每一个歌手 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现在比较年轻 创作歌手了 他们都 比较是 怎么说呢 就是舒服 舒情的 就是你听一百片都不会觉得利的感觉 还有就是 但是他们的歌也很难唱的 好像真的跟你讲话一样 但是这个range是很宽的 有高有低 就是这个感觉你听他们的歌会感觉很舒服啊 好像很近跟你聊天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磨练 希望我的 唱歌 比以前好嘛 种类也可以唱得更多嘛 对嘛 因为以前我不停唱我自己喜欢的歌 现在我练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人的歌 那之后我可以演唱会 或者是跟你们见面的时候 也可以唱我自己的歌 自己的歌 也可以唱普通话的歌 周杰伦啊 这类型的 一定熟悉了 对嘛 也会有我们一般香港新的歌手的歌 追风啊 对嘛 就是MC啊 这类型很厉害的歌手 就也可以唱我们江水尔啊 世代天皇啊 这类型的歌 对 那就哇 越来越多歌 那就可以 可以开到很多场嘛 那就有 现在有12万人来看我的直播 那就可以满足不同的观众吧 满 满足不同的粉丝嘛 那这听好 好 那还有就是了 这个问题 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 其实大家大部分看我就是一些apps啊 就是在这里了 微博啊 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拍戏有关的唱歌有关的 平时我习惯什么呢 比如说平时我的生活是怎么样了 这是我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啊 有时候我会跟家人一起啊 所以就是这两三年呢 这个世界都变得很不同了 对嘛 都是跟内地一样 都是打个电话 就是外卖啊 回家吃啊 或者是跟小朋友一起啊 但是我自己都蛮喜欢就是种花的 嗯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就是多肉植物 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多肉植物是不用经常去 浇水 浇水吧 对 浇水费嘛 不是 不是淋水吗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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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水 那就 但是他的形状是 也是很很薄门 很很很很很满足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们明白吗 就是薄薄门门也是也很很漂亮 觉得行 我家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有机会我 我拍个照在微博里面给你们看看 对 就是这样子就看不出来嘛 还有就是会喜欢踩单车 踩单车也是我 哇 最近这两年蛮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也买了一部单车 我的单车不是什么很很厉害的单车 是一个 载车 载车是什么 载车车 载车车的 载车车可以 叠 叠 叠叠车 对对对 叠叠 叠叠起来的就是位置不会很大的 我蛮喜欢有机会也可以拍个照给你们看看 因为内地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一定蛮喜欢踩单车的嘛 但是香港的地方因为也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现在好了 我们公司旁边现在很多我们的单车镜对吧 单车镜我们可以摇一张车 这个是我小时候很想的东西来的 还有就是我喜欢玩摇轰车 对都是很小朋友 摇轰车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踮单车的摇轰车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部的摇轰车也是我自己除钱买的 就是这个三十年前的一个电弹车 我现在还还在 还在 有时候我再来出来看看 都是蛮可爱 最重要是它的款没有变 都是这样子 都是没有变 所以我家里面有两个摇轰车 摩托车都是我蛮喜欢玩的 这个你们应该都不是很清楚知道的 对 所以还有就是我自己都蛮喜欢现在怎么说了 就是我有时候头发 我也是自己剪的 对自己剪的 所以今天剪的不好 为什么呢 我拍戏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拍戏跟以前十年前拍戏差很远 现在真的有时候我们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比以前更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都改变 不是用我们传统的三机去拍吗 同一时间 好像drama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单机 就是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镜头去拍 所以时间也浪费了很多 也需要太 要很多的配合 也不是浪费 是需要太多的配合 所以我们有时候演一场是 好像演了五片 就是演了五场戏一样 都是蛮累的 所以有时候都没时间去剪头发 但是你知道了 熬夜的时候 你的头发 指甲都会长得特别坏的 对 所以你如果想楼长多一点头发了 不要睡觉了 就很快会长了 对 女生的指甲 要长一点了 对 不要睡觉 但是你 睡觉是会掉头发 掉头发 会脱头发 但是你不是永远不睡 睡小一点了 就是跟我一样了 就会强很多 但是你要看着你自己的身体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我怕你顶不住要看医生了 所以你要不要看一半 不要听一半 大家说你一本正经在胡说 我在胡说 没有胡说 真的 头发会长得很快的 真的 所以要自己剪头发 对 现在差不多 今天晚上去剪一剪 这个头发 对 还有颜色也要漂亮了 对 还有就是 这个问题 你说我吗 到40岁了吗 不知道 总之你keep的像18岁 是怎么keep的 18岁就没有了 18岁没有了 三十几吧 三十几吧 三十五吧 最多 三十五吧 三十五还可以了 对 现在 不过真的 到40岁了 就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 好像真的成熟了 为什么 就是接两年 就是拿以前的衣服出来穿的时候 哎呀 以前的衣服 感觉就是自己穿的是觉得很漂亮 现在穿呢 好像不漂亮 现在穿是比较简单的衣服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黑啊 白啊 简单的会比较好看很多 以前呢 就是30 40岁之前穿着类型的颜色呢 好像觉得很闷的感觉 但是现在觉得啊 这是有点味道 对啊 有点味道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永远都会剃胡子 以前呢 就觉得自己年轻嘛 就不要剃胡子 现在不行 一定要剃胡子 剃完呢 就干净很多 是这样子的 这个秘密来的啊 但是 也不算是什么保鲜吧 我觉得 因为我 我生 我生小猪肥之前 就是我小孩之前 我也戒了烟的嘛 因为其实 抽烟我也抽了很多年了 十多年了 是因为拍戏的时候抽的 因为大家如果要看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 你可以问你的爸爸妈妈 以前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男生全都是抽烟的 不抽烟的就被导演骂的 我就是节类型了 就是抽的烟都没有味道这样子 所以就一直就有这个习惯了 难道了差不多就是六年前 剧轮 差不多拍完剧轮之前呢 就真的很想借 因为都是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熬夜的时候抽烟 真的很辛苦 这个赏子是顶不住的 有时候也会发言 咦 为什么要花的 有人送你礼物 对啊 我怎么拿 你已经咬了 太近了 我看到就已经 看到就可以了 OK 我也可以拿这个花 对 哈哈哈哈 那之后就已经 哦 又有了 哇 谢谢 我拿了 这样就 这样就 哇 拿了 嗯 再拿 哎呀 再拿 那之后呢 就感觉身体会好一点嘛 那就 所以就戒烟了 戒烟之后就 感觉真的好很多 也晚饱嘛 也有 对家人啊 对自己也好 所以心愿能够接得到 所以皮肤也会好很多 我身体也会慢慢好很多 对啊 是这样子真的 好 还有什么 哦 哦 哦 就是关于老婆的事情 哦 是吗 我是宠采狂摸吗 嗯 大家觉得是了 哦 给自己打几多分了 我打几分了 做爸爸做老公是一个很 很怎么说了 就是不停要学的学问来的 60分吧 60分吧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 怎么说 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 所以会 都有摩擦的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 可能 哎呦 关了什么事 就是我讲完就算了嘛 对吧 你不听你自己就解决吧 但是因为这个关系嘛 就是 呃 太太 还有就是孩子 就是 他不听你要说嘛 个问题就出现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 比如说我的小猪比 现在三岁 三岁定 大师吧 我们中国人的句话是吧 就是三岁的时候都差不多有他自己的一个性格嘛 所以我觉得要要要要尊重每个人的性格 呃 我觉得呃 跟我有关系的朋友 呃 比如说我爸爸妈妈 我亲人 我我孩子 我太太 我都希望我能够令他开心 怎么令他开心呢 就是呃 他喜欢做的事情 呃 我尽量去满足 但当然你要知道这个底线是什么 嗯 这个底线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这个经历嘛 小时候都喜欢呃 呃 戳论嘛 戳论嘛 怎么说 就是baby love 就是戳论 就是第一次拍拖 都都都都都都很想去拥有啊 抓得很紧啊 或者是自己想的东西就代表对方想的东西嘛 就是觉得对方永远都不明白自己嘛 呃 都是比较自私啦 对啦 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嘛 但是这个问题会不停的发生啊 啊 经过一次两次的爱情的感觉 或者是跟跟身边的人双处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呃 如果他喜欢的 尽量去给他去做吧 这个空间就会越来越大 呃 声音感 声量 信任感 信任感也会慢慢增加 呃 呃 我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几多份吧 嗯 就是呃 希望能够身边的人都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小的时候都要脾气了 每个人都要脾气 大家看我的形象都觉得我要脾气了对吧 就是都是想自己的东西 做不好自己的东西啊 就有时候就是什么 翻腾啊 就是 就是 闷啊 呃 就是会 不是紧张 就是会 嗯 小 怎么说了 就是会 紧张啊 敏感啊 有点烦躁 烦躁 有点烦躁 会令 别人看起来都 这个气氛都不是很好 都是这样子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永远都是去加自己吧 加 加 就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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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就会觉得有事情就是 为什么你不帮我安排好啊 呃 你帮我解决啊 这类型 现在妈妈年纪大了 成熟了 都会加自己了 就是 哎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呃 自己去 想去去解决吧 就是呃 也是一个考验自己嘛 也是能够提醒自己嘛 啊 就是这样子 小朋友也是啊 有时候我跟小猪比 也会跟他双廊的 真的 他他很懂性 我真的三岁 嗯 大家看他的片子也知道他是怎么 怎么样子吧 但是我也有 有时候也像像爸爸都都挺凶的 因为有时候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好 真的是不好 或者是做错 如果你全部事情都给他去做的也不行了 你明白吗 就是有一些规律吧 所以有时候他喜欢比如说现在他穿衣服的品位比我更差 你知道吗 他就想穿就穿 他穿出来好像 哎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是全新冤冬服 他就会穿皮鞋 你知道吗 为什么穿皮鞋 他就是喜欢 对不对 比我更差了 对吧 那就我就给他看了 冤冬鞋 皮鞋 你喜欢哪个 他都是喜欢皮鞋 那就算了给他穿了 穿完之后了 就可能他也觉得没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小朋友跟他交流也是这样子嘛 都不一定永远都是我们去决定事情嘛 有时候一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给他去选吧 给他去做吧 我觉得可以嘛 人生就是要尽力嘛 就是这样子嘛 跟太太也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都会为一些小的问题去要不同的想法嘛 有时候 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啊 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去怎么教他 或者是怎么去安排处理这些事情啊 对 都会有啊 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 希望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教我 对 这个很重要 好 好 看到了很多朋友给你送花 对 哇 对 又打个发 所以现在就再发最后一波福利 对 最后一波福利 送给你们就是我的照片 签名照片 签名照片 还是一样 等一下会给大家讲一个口令 然后大家打出来之后呢 我们倒数三二一截屏 一共会抽出三个粉丝送签名照 嗯 对 三个 也不小啊 现在十五万的人送三张 哇 太多了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好 下次可以再多一点吗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再送多两张 十五万的人 你送三张 好的 没问题啊 我在我的自己的微博里面发多几张 之前没有的 你们就可以captulate了 cap我的照片就可以放在你的手机了 一样的 好 那我的口令是 这个简单很多 就是想埋堆堆支持支持成长棚 ok 想想埋堆堆支持成长棚 成长棚就是我了 ok 预备 预备 三二一 哇 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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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多多很厉害啊 哇 我看到有的朋友是刚刚进来的 你好啊 你好啊 很高兴可以在这个 今天的日子里面可以跟你们见面 对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好 好 有了吗 现在有三个朋友 有三个朋友 好了 听着了 第一个是你的铁粉 Hello Katie 麦兜 第二个是 玻璃猫 02468 第三个是 铃儿响叮当 I'm K 三个朋友 太厉害了 你们 你们可以有那么多 四万里面都可以打得那么快 真的很厉害 十五万分之三 十五万里面三个人 这个三个人 真的很快 哇 这个学法真的很厉害 对 哇 很开心 这里没有停过 对 哇 这个学法真的很厉害 然后呢 这三位朋友也是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 等我们的官方的工作人员微信 私信 你 要你的联系方式 好的 好的 非常好 大家可以现在 多打一些问题 然后 Gin Pan可以跟大家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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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讲了 好吗 那就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我尽量去看了 因为很快 跳得很快 其实 粉丝也是看到这些问题 对 一直在跳的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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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屏是一样的 对 如果你觉得太快 你可以成为了 哦哦 这样子 想听巨人的歌 考虑 哦 《北京斩击的哥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他邀请我我就过去了 我肯定是哥哥了吧 对啊 我不是 《北京斩击》 《北京斩击》 我不是叔叔 我是哥哥 可以啊 对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Jin Han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 谢谢所有工作人员啊 就是因为他们 我才可以在这里 跟你们有直播啊 真的要支持他们 还有就是支持 买堆堆的所有朋友 还有就是微博的apps啊 支持我们这个直播啊 可以在香港 也可以跟你们见面啊 还有就是这个蛋糕 谢谢你们 好 我要wish一个才行 对不对 好吧 就是刚才已经讲了一半了 就是最重要是哈 这个世界和平嘛 和平嘛 好 来个 谢谢 谢谢 哇 哇 哇 可以切了蛋糕 哇 看不到我已经散了 好 哇 还流了口水 好 OK 看不到 看不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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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希望我真的 明年的上日可以到你们的地方 内地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就好了 有广州了 有北京了 太多了 我看到有上海了 太多了 我们可以就是在一起吃蛋糕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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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哇 一直 有很多人 一直上心 没有停下来 你们是不是叫了你家人一起来看 叫了你叔叔啊 弟弟啊 哥哥来看 好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是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好了 我看看 我的耳朵很好看 对啊 但是现在很小去大 对 好像不是很流行吧 对 现在也是比较简单 蜕蜕心想的艺人 哇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一般前辈我都是很厉害 就是王阿姐也是很厉害 都督姐也是 是 因为 因为她 真的 她的工作量也不比我们小 还有就是她处理有很多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她的音乐 都督姐有她的电台 还有她们是保持这个状态是非常好 因为每一次见到她们在一些公司的一些打的party 打的show 你看到她们她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好 这个是很难很难得的 她们的私生活一定很好 有很多喜欢吃的东西都没有吃 冤动啊各方面都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我的精神状态可以跟她们一样 然后我就可以拍更多的电视剧去唱更多的歌给你们听 对 还有就是 哇 七个星啊 哇 这个 OK 还有这个 嗯 考虑去爱为家客串 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现在 真的 我很感兴就是我在观众韩粉丝心目中 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真的怎么说 就是一个 一个在心中的一个艺人吧 所以我现在演什么角色 或者是 或者是 戏份多于小 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 怎么可以把这个戏 或者是 把这个剧演好 呃 呃 观众喜欢看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有 有机会 呃 什么的电视剧也可以找我客串呢 呃 找我演什么角色也可以是 因为这个是 呃 是一种 挑战也可以 可以 身先感也可以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一些 身先感 身先感嘛 有时候我的形象 我也没有去整容 就是 怎么变呢 都都都都都很难变嘛 但是在角色里面 我们就可以 呃 全摸不同的角色 就可以有很大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我在呃 呃 呃 在全英雄里面 呃 一开始我是一个乔教人嘛 呃 我的口音也是一个乔教人嘛 对吧 乔教人说 说广东话嘛 就是 又可以 嘿 我呃 呃 怎么样讲啊 又可以就是 动他这样子嘛 还有就是 我们要同性 合力 我们要同性合力 嗯 这类型也是蛮 蛮好玩的 对 所以我希望可以 今年 呃 再多一些不同的变化吧 对 对对对 爹爹的口音很搞笑 对 你们呢 你们也喜欢我很多不同的戏嘛 呃 我记得之前也部电视剧也是蛮好的 就是 嗯 半途吧 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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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途啊 就是很多年前 也是我做一个 亦正亦邪的角色 那么那套我记得当时 在 我讲了一些粤语啦 就是 当时播出之后 在内地呢 都可以同步看到的 当时那个电击率都很高 但是 手指都很多年 希望 今年可以 重获回这个信心 可以和大家多些见面 还有 可以 可以同步多些 那我们可以开多些live 可以交流多些 是 还有也都希望 可以做多些 演多些一些清装 古装片 其实我很想演古装片 就是 戴头套 可以让 gehe上马 跟着又可以 又可以 可以 可以 又可以 又可以 玩大招 也是那些 我都没 試过演 我也很希望演 因为 从我小的时候 很感染到 金融和古龙的 經典名主 其实TVV是演很多 但是 当我进行的时候 有机会 就没有了 这些机会了 有机会 我希望可以演出一些金龍和古龍 因為我對於某幾個角色 都有一些別樹的看法 以及一些感覺 希望可以再演再演 可能真的要和內地合作的劇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拍古裝劇 甚至有些大場面的 一定是在取景的地方 也在內地 和整個製作都要有很多的配合 希望可以有機會呈現我這個夢想 拍一些金龍和古龍的戲 這個也好 清裝都可以的 但就剃頭 剃頭這次要小心一點 剃得多我怕頭髮刪不出來了 我怕剃完之後 就算不睡覺也好 都再刪不到了 不是不夠長 買少見少 不過大家可以的 大家剛才我看《喜歡天命》 喜歡我的清裝片 我剛才大家都可以的 都會接受的 不過不知道我女兒接不接受 我和尚這個心 沒錯 就是這個和尚頭 可以啊 陳子曼可不可以拍《使徒行者4》 其實我都說什麼劇都可以 最重要我覺得 這公司是一個大的平台 其實是可以給到很多機會 不同的演員 希望每一個新人 或者是舊人 或者是前輩 都能夠在這個舞台裡面發光發亮 是很很很重要 因為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現在都是市場主導 就是我們很難去找一些很好的題材 給市民或者觀眾 有時候那些東西真的會撞回來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無論做哪一行都好 有些東西真的撞回來 好像今天我開這個直播 都是剛好生日 然後又做一些微博的工作 然後不如開直播 有些事情你去試 其實沒有什麼的 Try 不會怎麼輸 怎麼輸 也不會影響到什麼的 最多就是浪費了 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其實沒有浪費到的 每一次我這次來到 可以和十幾萬的朋友一起聊天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人生的歷史一次 所以我覺得時間不怕的 還有的 除非事人不多 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大的平台裡面 希望可以有多些機會 和不同的演員合作 不一定是和TV的演員 其實可以和外面的演員合作也好 和內地的演員合作也好 我們可以多些交流 最重要就是 出來的作品 觀眾有新鮮感 大家都覺得有時候 是不是可以多些新鮮感呢 題材或者一些合作的單位裡面 我覺得剛才那個粉絲都說得很好 可以多些合作 出新歌會的了 今天一定會 那首快歌來的 中版歌 我想大家都會挺喜歡聽 那首歌都挺好的 喜劇 其實喜劇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奇怪的 其實很多喜劇演員 都是比較沉默和沉靜的 我自己認識的 但是可能公司 經常覺得我比較沉默沉靜 就覺得我喜劇不是太對 其實真的很多喜劇演員 都是比較沉默和沉靜的 所以有待他們發展 如果我自己可以開戲的話 當然我都會開一些喜劇給自己 這個都很重要 《超能試者》 是的 《超能試者》 我們會希望今年可以出 其實都在做後期 這套都是我 很喜歡很喜歡 而且劇本是非常好 所以這個劇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 是的 好了 差不多了 答了大家很多問題了 今天的生日 今天我的生日蠻有意思的 可以跟你們一起交流 可以跟你們一起見面 也感謝所有的朋友 一直在微博裡面支持我的朋友 都有很多年了 我開這個微博 就是我們的一些怎麼說 就是一點一點的累積 累積 累積回來的 是我們的友誼 是我們的一些關係 我們的緣分 希望能夠今天的直播 緣之後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在這裡直播 也希望你們祝福我身體健康 我也希望你們每個人家庭美美 身體健康 我們有機會再見 謝謝你們每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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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